好 接下来我们第三位冠军啊 是我们备战礼乐热内卢的冠军 我们非常的期待 请大家先通过大屏幕认识他一下 他们是夫妻联合创业 吴静玉跆拳道俱乐部 公司位于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是一家以室内体育教学为主的体育教育机构 创始人侯坤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现在在人大一MBA在读 生活中的我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 但是一碰到奥林匹克藏品 我会立刻变成一个狂热的粉丝 我有很多奥林匹克藏品 比如说丝巾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丝巾 徽章 徽章是小而美的收藏品 2012年我自费走遍了全球几乎所有的奥林匹克举办城市 宣传奥林匹克文化 推广奥林匹克精神 2014年我还成为了南京千奥会的火炬手 能成为奥林匹克火炬手是我一生的荣耀 2015年我和爱人一起写了第一本 奥林匹克科普励志性的图书 奔跑奥林匹克 在我做了这么多事情里 我认为最珍贵的还是我的爱人 以及我最大的收藏 吴静玉 目前吴静玉跆拳道俱乐部 已经与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合作 共同创办了吴静玉体育教育学院 并且与北京体育大学签订体育场馆的合作协议 自2016年2月创办以来 公司已经完成旗舰店内测 公司团队人数7人 其中吴静玉是两届奥运金牌得主 中国体育文化推广大使 现役国家跆拳道队队员 他以侯奎共同打造此跆拳道馆 听位老师 各位现场观众主持人大家好 你好侯坤 你好 我最关心的吴静玉到了没有 到了已经 好的 谢谢 其实这也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OK 好 开始 我是侯坤 吴静玉台圈道俱乐部的创始人 我们致力于打造 全世界最好的台圈道俱乐部 那么让青少年 享受体育教育的快乐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出发了 谢谢 这个项目比较容易懂 很简单 请三位评委 这还是一个简单 你这个台圈道俱乐部 现在稍稍收收入是无 你交别人不收费吗 也是吧 没有 我们不是的 其实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俱乐部实际上 是从今年的过完年以后 才开始筹建的 那么实际上 这个月的6月6号 我们刚刚搬到了新的俱乐部里 开始进行了内测 那么到今天 这才短短的一周半的时间 对 也就等于是 我们真正的初创项目 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的计划 我们想在7月13号 开始利用暑期 进行一个半月的内测 也就是说我们的试运行 在9月份 我们才真正开始营业 但是在7月13号 我们暑期班的时候 已经会开始收费和验证 我们的整个教学理念 和我们的体育教育理念了 他们肯定会收多少钱 然后学多少时间 我先问了 按照我们现在的计划的话 今年第一次的这个暑期班 由于比较特殊 而且是我们的一个尝试 所以我们现在收费是分两种 第一种就是 七周每周上两节课 一共是14个课时 这个收费是7500元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每周上三次课 这个是9800元 这是我们现在对这次暑期班的一个收费 除此以外 这个暑期班还有个更重要的特色 就是因为我的爱人静育 他要备战旅游奥运会 他要去征战旅游奥运会 所以这个班是我们的第一期班 我们给他命名叫做育林军 所有的孩子们 我们要求他是跟静育一起 共同征战旅游奥运会 您的想法是把跆拳道 以连锁垫的方式扩张出去是吗 对 我们现在想法其实很简单 第一点就是 因为现在跆拳道 在全中国推广得非常好 我觉得可以称为 第一个社会化的这种体育运动 那现在虽然各省市推的都很多 这么多道馆 但是其实连锁的标准化 一直没有建立 所以我们现在想做的是 第一 利用我们的专业性 和我们的这个文化属性 将它打造一个标准出来 标准有了以后 我们再开始 像其他方面的复制 当然这个复制 我们分了两个层次 一个就是所谓的 高端品牌的复制 还有一种就是 面向社区的一个中端品牌 一个面向大众化的 一个复制模式 跆拳道 我在国外观察 和滑雪或者和跑步 这个一大不同是 我觉得跆拳道 真的是成为了 国外的年轻的家庭 这个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 就是这个英文老说 soccer mom 就是周末 妈妈开着一辆大车 带着孩子去踢足球 其实你也可以说 是太宽道 mom 他每周末带着这个孩子 去到一个小的场所 然后去练这个跆拳道 是的 我觉得这个似乎是 这个家长们觉得 孩子通过跆拳道的训练 对体力 智力 甚至自己的一些情商 包括勇气 都有一定的 这个历练和提高 所以我想 跆拳道这件事情 是在风口上 而这个风口 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它可能成为一个 全民的文化现象 和一种生活方式 是的 我同时观察到两件事情 第一是 即便在像欧洲和美国 这样跆拳道 已经风行了 将近二三十年的地方 它没有出现全国性的 强烈的品牌的连锁点 是的 然后在这儿 我还真想了想 因为跟孩子相关 跟孩子相关 就跟我们宝宝树略略相关 对 我在想这件事情 是为什么 然后想了一个小答案是 它跟教练本人相关 就是大家不是冲着 某个品牌去的 是冲着某个教练去的 而且所以这件事情 是教练走到哪儿 妈妈就开着大车走到哪儿 所以这个事情是 所以我有点担心 咱们的全国扩张啊 在品牌的下面 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也没有出现 美国全国跆拳道的 Chain Store 大家说我就去某某家 这个事情 所以品牌我觉得是第一 第二是 标准化的课程 似乎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就是我去了以后 每个教练的方式都不一样 也没有出版一套 好比说北美跆拳道 训练大纲 这么一件东西 当然美国人也不做这个东西 是的 它也没有 没有私下的标准 也没有社会标准 好比说跆拳道 是有区域性的比赛的 你的这个管理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 小冠军等等 可能是有些标准 但整体而言 不是一个标准性 很强的东西 品牌不很强 标准不很强 就容易造成 教练就是唯一的驱动 如果教练是唯一的驱动 这就变成一个松散的 这个联合体 所以这两件事情 我想提醒您的这个主意 谢谢 谢谢 洪峰我们也很熟了 这个早在创业之初的时候 我提了很多的意见 实际上现在我觉得 我当初那些问题 可能部分都得到解决了 我就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 后果你自己运营过 实体的商业的机构吗 如果说培训的话 我没有运营过 但是之前这五年 等于是我自己 在运营了自己的公司 OK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自己目前为止 有什么信息 能把这个你的标准 这个连锁店 能够推广到全国 因为刚才我觉得 王总提了一个 特别重要的问题 这什么模式 教练强了就是 目前中国餐饮业 传统存在的问题 大厨和老板的问题 对 对吧 这个大厨会把老板 这个客户带走 而老板如果跟大厨之间的关系 如果没有处理妥当的话 那很多时候 这个餐馆就难以为继 那如果你想在连锁经营 就更困难 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仅靠经营一个人行吗 其实刚才王老师 包括张老师提到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 应该说已经点到了 这个行业的一个痛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全世界跆拳道 推广得这么好 跟他自己跆拳道 这个运动本身是有关系的 韩国人自己实现了标准化 所以推到了全世界 用了20年时间 就推进了奥运会 但是在北京 我提醒你 我儿子也连跆拳道 对 这个只练了一年半 然后就放弃了 对 这个在北京目前为止 没有一家 我们别说北京了 就是全国 超过15家以上 连锁机构的是没有的 10到15家机构没有的 北京最大的是博涛 博涛跆拳道 到目前为止就四家管 这个跟这个问题 是匹配在一起的 所以不要老强调 跆拳道课程的标准化 明白 其实我刚才只是想 解释一下 跆拳道这个市场的行为 那么为什么 它没有发展起来呢 第一个就是刚才讲到 因为跆拳道 进入门槛太低 只要你是一个 学过跆拳道的人 甚至一个退运运动员 你就可以开一家店 招孩子 招学生 然后就近原则 爸妈觉得很近 OK送到这来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 我这个课程 就像您讲的 我只要教孩子 教得很好 孩子认了我了 就OK了 这个事情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正是因为 这种情况导致了 不管说是在欧美 还是在中国 基本上都是一个 很松散的模式 比如说教练 今天在我这工作 我给他开五千块钱 明天有一个人说 我给你开六千 你愿不愿意过来 那他可能就过去了 所以他一直是 一个很松散的模式 而且基本上 据我们现在统计 90%的财政 就要到俱乐部的教练员 是不欠劳劳合同的 他只是一个 很松散的一个雇佣关系 这就导致他 无法做大做强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也所谓的 这个标准化的概念 其实大家一直 都没有关注一点 就是你们的孩子 在跆拳道俱乐部里 学习的时候 你是否关心过 他在什么垫子上学习 你是否关心过 他穿什么材料的衣服 我觉得这个 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像前两天 读跑道的一个概念 其实这个也是标准化 硬件标准化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第三个 我再回答一下 刚才张老师的一个问题 就是北京现在的跆拳道 您指的那家 跆拳道俱乐部 四家的 在北京已经算是 非常小的规模了 在北京现在 超过三十家以上的 都已经有很多了 不用说四家的 所以这些 就是跆拳道 现在的现状 因为北京 有接近一千家的道馆 时间到了 正好 谢谢 那接下来就是 请你进行互动营销环节 好 那么首先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现场的观众 谁的孩子曾经学过跆拳道 不一定非得现在的 曾经学过了 请举一下手 这么多人学了 好好好 我看到有不少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现在 因为今天没有孩子在现场 那我觉得不管是男性 还有女性 我们的观众们 谁曾经学过跆拳道 好 一位 两位 三位 我看到都是这个三位 四位 四位男士 还有女士也学过 好 这个今天 其实咱们的人也并不多 但是还有好多人 还是学过跆拳道了 那我想 当然了 更多人没有接触过跆拳道 所以今天我们 并不想给大家展示 我们自己的 所谓的我们俱乐部的 教学是什么样的 我只想先普及一下 跆拳道的知识 和跆拳道的文化 那么今天呢 其实我也挺有幸地 把我爱人请到了现场 因为他正在备战 里渔奥运会 8月17号 他就要打 自己的第三届奥运会 为了自己的 三连贯的梦想而冲击 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我觉得也是 非常好的展示平台 所以我把他也邀请来了 所以请大家 以热烈掌声欢迎 吴京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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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 哪个招呼吧 侯坤 我在那个 你们展示之前 我有个提议 请评委和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我们起立 来为三连贯 冠军 礼约 加油 好吗 谢谢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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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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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请坐 好 谢谢 那么接下来 我就把时间交给 我的爱人了 因为虽然说 我是体育同意人员 但是我一点也不会跆拳道 所以 金玉 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了 好 那我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 跆拳道的一些基本技术 尤其我的搭档 也就是我们 吴金玉 跆拳道馆的教练 红单 今天我想要展示的 全是以真人来展示 所以要用人体把揮 往这边 这样可能大家看起来 更刺激一些 没有 能感受到力度 跟拿把不一样 首先我给大家展示的是 跆拳道最基本的技术 横踢技术 攻击腹部 最主要的 我先要告诉大家 就是跆拳道是一个 讲究礼仪的项目 所以跆拳道所有的 散事啊训练都是 一里使一里钟 好 拆 给 准备 准备 横踢 三百六 大家不用担心 我这我保镖 后地技术 后地技术 现在展示一下下拼 下拼就不用那么大力度了 对 对 这个 这个 禁欲的外号叫做这个灭绝失态 以及青筋轰炸机 原因就在于 他所有的比赛 包括两届奥运 或者其他的比赛 都是靠机头 他的机头是全世界 No.1的 这个速度就不用太快 他机头的最高高度 是1米85 1米85的人 也可以踢到头 哇 横踢 机头 你不用动 好 坏的是 后旋机头 这个动作是最容易KO对手的 后旋机头 离远一点 我说快点 我估计现场的 这个朋友们 其实已经 有一点感觉了 所以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想请 现场的一位男士 和一位女士 上台跟静欲一起 在她的指导下 咱们学一些 才行到的基本动作 好 这有一位男士举手了 让男士 让他们 让他们提 男士 让他们 好 我们三位 那就 红伦吧 红伦吧 红伦装男士 我们 我们只是这个 学一些基本动作 不再 不会有打斗的 不会打你的 还有 还需要一位 还需要一个女士 没有穿裙子的 对 没穿裙子的 没有穿裙子的女士 好 那个有 有没穿裙子的女士吗 跟冯老师一块 这边有 这边有 好好好 其实这样的机会 很难得的 我让她教我 她都不会教的 可以 可以 我可以让这个 冯老师做一个技术 然后你做反击的技术 其实他有人 首先 所有学习跆拳道的 都要教礼仪 跆拳道的礼仪 因为没有礼仪 我们无法开始 一礼是一礼中 舞蹈也是这样 习武先修得 所以跆拳道的礼仪是 手臂笼 对 然后呢 要不我们先 斗坐一下吧 对 对 手臂笼在 其实就像我们立正的 立正叫 参临 就是立正的意思 给你 45度 对 45度 清闲 三立 给你 手 头 头是 不能这样 看着 头是 比较谦卑的 对 45度 对 停车一秒 您不用太低 太低成这样 跆拳道的礼仪 实际上是贯穿 整个孩子 在学习的过程中的 所以这也是 她这个项目 最大的特点之一 她除了运动 还给孩子 这些文化上的提升 所以今天我教两位 是不一样的技术 教冯老师 是一个横踢的技术 好 我们 我们就教一个横踢就可以了 这个是格斗士 格斗士 大家都会了 横踢的技术是 提膝 加腿 弹腿 对 在弹腿的过程当中 我们稍微胯扭一下 跟她一胯 对 对 就这个动作 对 她这个是攻击 攻击她的那个 侧肋的地方 好 起腿 转胯 弹腿 好 好 咱可以连起 可以连起来 往这上面提 对 可以连起来 距离稍微近一点 很好 很好 再来一次 提膝 对 我们提膝的时候插紧膝盖 静玉 好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到这吧 好 不好意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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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本来刚刚想要 女生是折挡直拳 谢谢 希望有更多的机会 大家可以来学习 那么刚才也经过一个感受 大家也了解台拳道了 我想问一下 如果接下来 现场的观众和你们 是否愿意送你们的孩子 来我们无精玉台拳道俱乐部学习 如果您愿意 请举起手中的牌子 愿意 谢谢 谢谢 好 彭教练 您先休息 这个刚才冯乐安世界冠军交了你 就挺贵的 好 那这个环节 请我们的评委 然后来点评你们的互动营销环节 好 这个 这个 彭教练还是倒过来 好 从那么多道馆里面脱颖而出 除了精玉之外 现在还有陈忠 对不对 也是台拳道世界冠军 那虽然已经是退业了 对 那你从这个过程中 我还是问这个问题 你怎么能够脱颖而出 对 器械 装备的标准化 它的这个质量 家长们所关心的这样一个环保 这些问题我觉得不是台拳道普及的根本 你还是要亮一点干货出来 对 就是我们凭什么能够说 我把精玉的这家道馆 由一家开成十家 开成一百家普及到全国 你认为这样一个体育培训业态的核心点 到底在什么地方 好 刚才我已经讲了 所谓的我们的硬件的标准化 那么现在结合张老师的问题 我提我们现在对软件这一块的两个标准化的想法 那么第一个我们首先要解决教练员的问题 那教练员实际上是以后的所有的核心 但是它的痛点就在于 每个教练员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 那你就像你去麦当劳吃饭一样 其实所有的麦当劳它的服务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能够持续的开下去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首先要把教练员变成我们自己企业和公司的员工 这是一条非常好的途径 能够形成粘合度的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就是说你的教练员工资更高吗 对 它不一定是在工资上比如说以高低来论 而是以它对它的保障以及心理上的一个归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所有的基本上现在从事跆拳道的人 不是退育运动员 就是曾经教过跆拳道或者教过武术的人 其实作为运动员 心理归宿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大家我们来调研完毕以后 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 心理归宿你是怎么来保障的 你刚才讲了北京是有一千代到过 对 我工资只要稍微高一点 那可能就可以把它挖走 是的 那你怎么解决心理归宿问题 其实这个您就说到了 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第一 我们把它解决一个心理归宿 但第二 如何能留住人呢 实际这个里头就需要有两点了 第一点就是敬余自己本人的 作为一个形象和作为跆拳道圈里的这个 领军人物的号召力 我觉得这是从人品也好 从成绩也好 从它的专业化而讲 来给教练员提供的这么一个机会 让大家能够粘合 第二个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平台 正像刚才短片所讲到的 我们有成立了体育教育学院 我们给大家提供赛事 提供服务 提供它晋升的机会 这些所有的一切打包在一块 实际上就更加粘合住教练 我们不单是只给你钱 或者说只给你一个通道 我们给你的是 在你人生中价值观和自我认知的一个提升 那么在这个环节中 实际上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点 而且也是现在社会上最需要的一个点 什么叫企业文化呢 我觉得跆拳道俱乐部虽然很简单 但它依然需要有自己的文化 这是软件的第一点 第二点 对 软件的第二点 实际上我们 其实大家也看到了 金玉作为奥林匹克选手 我呢之前五年 是做奥林匹克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的 奥林匹克可以说改变了我自己 整个全部的人生轨迹 其实我到现在来说 我最成功的人生的一大兴实 就是找到了我的爱人 然后我们一起来推广奥林匹克体育文化 那么我自己通过奥林匹克这种信仰 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觉得我可以把奥林匹克这个文化 不光是植入在我们的俱乐部里 让孩子们有不同的思维意识和它的价值观 我还可以通过这套奥林匹克的理念 这种向上的精神 一整套的一套东西 来给教练做一个提升 让他们变得和别人不一样 因为我自己总觉得我确实和别人不一样 因为我自己感觉我是一个传播者 我推动的都是一些正义的和正能量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有的时候可能 并不一定是钱能衡量了 但我觉得需要给这些教练员们和同事体育教育的人 给他们这种精神的灌输 和让他们在这个价值观上形成一个统一 这是我们的第二点 我可以补充吗 可以 我想补充一下张老师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有很多队友都在当教练 你说如果别人给你工资高他要走 那如果我们这是最好的道馆呢 如果你想要工资高要走的话 如果你学好了你可以当馆长呢 那你还走吗 如果你想去别的道馆 你还不如自己开一家道馆 我们给你提供平台 你还走吗 不走 那你开一家道馆 就叫吴静玉台队道俱乐部 你干不干 他肯定愿意干 我觉得奥运冠军就是奥运冠军 精玉奖的这个比你奖的实在多了 后果 这叫给教练员用舞台 这个是最大的引人为本 所以为什么让他后出场呢 一般BOSS都是最后出场 没有我更理解运动员的心态心理 他们自己开了道馆当了教练 他们还要去寻求 他要把所有的钱去花到 寻求我去如何提高 我们给你一个平台让你提高 让你成为更优秀的馆长 这是我想做的 因为他们是我的队友 好 我们希望看到 在一个拿奥运金牌的冠军的同时 也有一个产业的冠军出现 谢谢 这就是我们期待的 对 好 王总 我问一个问题 咱们的受众 直接的受众 是在什么样的年龄段 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现在对标的话 就是首先是K12 5到12岁 这是第一类受众 第二类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受众 就是对应的女性的这一块的一个 明白了 那对于这个K12 5到10几岁的这个小孩 这个交费的决策权 是谁做出的一半 这肯定是父母来决定的 OK 那我在想在一个 就其实我们有双受众 对这个课程的参与者 是孩子 课程的决策者 和续费者 这个可能是家长和孩子 共同的这个一个决策 同时我们的年龄段 是在这么一个K12 可能 而且是偏小 小龄的K12 对 这个期间 我同时会假设 就是咱们刚才讲过 很难建立起一条 一套标准来 对 我想我们肯定会从各种各样的地方去 去建立标准 但是我觉得我们先假设 这个标准将是很难建立的 并且建立起来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是的 那如果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啊 年轻的家庭双受众 加上一个很难建立标准的这么一个行业 如果我们想做小而美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生意 假设我们不是小而美 我觉得我们要想想 我们这个行业能够扩展的抓手在哪 这个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给每一个运动员一个家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的情怀的东西 我也很认可 但我在想 如果你去观察中国今天在K12阶段 特别是在小龄K12 成功的连锁机构 首先不多 第二如果你认为它比较有影响力 它不一定是赚钱啊 就是大家说 那早教会是谁最好 等等等等 我觉得可能有几个事情 我能稍微归类一下 第一个是卖高端 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 不做成美国那样的欧洲那样 在你的小区里的一个50到100平方米的 这么一个低端的 清明的这么一事情 而我把我自己做成一个高端的五星级体验 我只面对每一个城市 一二线城市那1%的受众 把钱拿上去 把铁业拿上去 让他觉得有自豪感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 你自己愣称一个标准出来 这个标准叫豪华和高端 然后当然从品牌的角度来讲 非常重要就是 你希望这些人群 无论他在什么地方 他会说 不是找一家跆拳道的馆 是找一家由您来命名的跆拳道的馆 因为这个里头不是标准 而是豪华是自豪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品牌加上一个高端 似乎是这条东西我能自己看出来的唯一的一条通道 但是即使走下去我来猜测 也就是两三百家馆在国内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还要解决刚才咱们说的标准问题 规模问题制度问题 人员流失问题 所以从一个传播的角度来讲 如果让我质疑两招的话 这是我质的两招 谢谢 谢谢 真的非常好 没有时间了 但是冯总的点评非常的金贵 我只是非常简单 因为淮南说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你是米其林餐馆还是麦当劳 对吧 刚才张涛讲的实际上是相当于麦当劳的问题 就是你要把它开连锁 要开几十家上百家 但作为米其林的餐馆很高端 一个城市一两家 但是也很有品牌 它卖科单价很贵 其实这是两个策略 或者说你公司对发展的一个模式的选择 那我当然问你一个特别庸俗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这个房租 在你的成本里是占到多少 因为现在很多开这种连锁 开着的实际上被这个物业啊 实际上很困扰 你一赚钱它就提租 是吧 然后你这边人呢 还比较容易跑 那么教练的成本也很高 所以现在你拓展的过程中 你们现在怎么解决这个固定支出这个成本啊 你是跟业主一般怎么谈呢 现在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做了一家 我们认为代表未来的这么一个跆拳道俱乐部 也就是说我们的旗舰店 那么在这个旗舰店上 我们自己在做完了以后全部看完了 实际上它的房租的这个成本应该占到三分之一 那么未来如果说再复制这个的话 我觉得它可能也基本上是这个标准 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我们面向这个中端的那种品牌 我们也做了一个样板间 在广区门那边 那个我算了一下成本 那个的房租可能能达到四分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是做了在社区平台上 一个面向中端的标准化的一个体系 那么其实这里面最大的就是房租教练员 另外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这个管理 但这一块我们自己现在 就现在这个这个能落地的想法的话 我们可能前期一个就是在自己这个尝试性 第二个就是跟街道合作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跟场馆来合作 因为场馆需要人来 需要人来运动 但是家长去运动了 孩子的有个地方 这个我有一个建议啊 你跟这个地产公司合作 因为在全国呢 我们地产公司 其中有一个叫地产联盟啊 好 大概有运营的小区 已经建设超过一千四百家小区 如果你 当然这个联盟还有基金 管理了几百亿的基金 对 那么如果你去跟他们去谈好 实际上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些社区 中当的 很快的 就是又可以降低成本 同时也可以很快的去复制你这件事情 跟你合作行吗 我可以帮助 因为我也是管理者 这个联盟的一个主要的管理人 我觉得这是一条非常好的信息 这个我们一直在期待 终于找到出口了 谢谢 谢谢 关于合作的事是一会儿私下谈 对 私聊 对 其实我有一些问题 你们俩结婚很久吗 马上7月13号就是我们三周年 中间吵架吗 从来没有吵过吧 大家一定知道我想问什么是吧 哈哈哈 那个问题很好解决 就是 这大约 这今年开始没有那样了 但是我之前凡是犯错误了 我只做一件事 立马跪下 哈哈哈 真的真的 是怕打吗 不是怕打 因为 其实像我们两个人 其实大家可能 不是很理解 你比如刚才我叫这个静玉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感觉好像很很尊重 或者很陌生的那种感觉 其实从我见到他第一天开始到追他 我一直把他当中一个偶像来看待的 就包括平常在家里 我也觉得 老婆你辛苦了 你辛苦了 昨天他也跟我发一条信息说 你以后不要再说我辛苦了 我这训练备章奥运会是应该的 你越说我辛苦 我越辛苦 这都我应该干的事 我说那好吧 以后这个字再也不提了 所以我就一直是希望 他作为我的偶像 他的想法我们能够一起去实现 那我就是最幸运的了 所以 其实他是比较让着我 冯伦你是男女问题专家了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们很幸运 这个就是和偶像一块夫妻生活 这个事是怎么个事 这个他说的也对也不对 因为过去有个谚语 就仆人眼里没有伟大的君主 就是说你真正在一起生活 其实就没有偶像了 对 所以这是 所以你说这个呢 可能是一种心情 但是你生活得越久 其实你应该是去除偶像 褪媚的过程 就没有这个偶像的感觉 他是真实的 你的一个生活伴侣而已 对 我觉得我们是互相崇拜着 我对他也有很多的崇拜 我觉得我这个谭权道 我可以说是No.1 或者我做得很好 他不敢跟我争论 因为我很坚决 这个我很明白 但是其他的问题 我觉得我很崇拜他 他有很敏锐的思维 也有很好的想法 我觉得他都是我崇拜的 就是以后 如果他办的某些事 让你非常的愤怒 会不会抬起一脚 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要不然我把我的巴 给大家露一下 他情商比较高 跑得比较快 OK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看这个创业的一天 是吧 要不让我忘了之后 冯仑又可以当主持人了 OK 好 大家看一下 侯坤的创业的一天 因为爱人正在备战比赛 长期不能回家 连平时探望的时间也是很短 所以侯坤便早早来到楼下 等着与妻子见上一面 大家好 昨天手怎么样 没事 你怎么挺的 这还挺严重的 没事 拜拜 去排队吧 每次看她去训练 我觉得对我来说 都算是一种考验吧 因为实际上 她每次去训练都是非常辛苦的 她会出现把脚放在这里 会容易脏 那这是一个问题 那如果我们以后有了垫子以后 她整个脚可能会悬起来 那这样的话打的会更脏 你比如说不管贴号 还是说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小贴纸冰箱贴 其实她要跟我们外头所有的那个名牌上 那个东西要搭配上了 那么这也是个问题 还有就是那个钥匙 那钥匙我发现的钥匙其实很容易掉 她即便是化完衣服 孩子也不可能把那钥匙穿在造福里 因为她没有这个造福没有兜 所以这些问题 我们自己都得给她一个解决的地方 下班后她也和大家一样 喜欢看电影 喜欢钥匙 喜欢钥匙 喜欢美国队长 老婆 下课了吗 我们这边已经拍完了 跟你汇报一下 谢谢 所以我们还有好几分钟的交流呢 你们还可以问 对 这个我先插一句 刚才那个大家看到了 就是我们建设的这个台庭道俱乐部 那一开始出现的那个老外呢 就是我们的设计师 是一个荷兰人 现在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 也是清华大学历史上应该是最年轻的 建筑学的教授 那当时我们也是为了把这个思想结合 融合贯通 所以我们请了他 包括所有的设计理念 您会看到就是白色和黑色 就是道服和道袋的颜色 另外我们整个用了人与自然的一个融合 所以基本上都是木制的结构 那么包括整个厂子里 刚才我们做的那块区域 实际上是家长休息区 这个也是 刚才冯老师也提到了这个 如何孩子 包括家长这一块的一些解决方案 实际上我们都在这些细节的地方 想把它解决出来 当然这个细节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每一样都是细节 你包括放钥匙在哪 你包括拖鞋在哪 其实我们希望把这一块 一点一点的通过我们的经验 通过境遇的专业的这么一个精神 让我们不断的把它解决 看这个您的这个VCR 首先还是很感动的 我觉得这个真让我觉得这个情感非常真实 有一个成语 我突然就出现在脑海里就是 相敬如宾啊 我觉得相敬如宾的婚姻 也有相敬如宾的婚姻 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回到创业的这个残酷的战场上 说残酷这两字我是故意的 因为它每一天天面对的 至少是我觉得下个阶段生死的问题 踩错一件事情没关系 踩错三四件事情 可能就不存在了这家企业 残酷的问题会挑战的 甚至比做相敬如宾的夫妻 我想有的时候会面临的挑战 都要更深刻一些 而在这方面 二位有没有想过 或者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 在这样的场景里 是怎么样解决 那样面临了很残酷的不同的意见 而又要往前走的这么一个挑战 开俱乐部嘛 还是要以它的长远来发展来决定 是否能够盈利 是否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 这是最重要的 明白 就是我自己觉得 如果从一个祝福的角度来讲 最最最期待的是 婚姻的成功和幸福 和事业的成功 这是上上局 对吧 我觉得非常可以接受的是 事业不那么成功 但是婚姻是成功和幸福的 但我想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下下局 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残酷性 可能会把我们逼到死角 就是因为事业的残酷 而影响了二位的互相信任 而影响了大家的这个互相的关系 而下下局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看过很多的夫妻 因为创业 婚姻连七年都没有走过去 二位才走到了三年 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夫妻 我也看到很多的夫妻 说怎么在创业的过程中间 我看到了你的人生的 这么多的阴暗面 其实那些阴暗面本来就在 只是创业暴露了 而那些暴露在婚姻中 甚至都是不需要的 所以这是我觉得 从一个祝福的角度 我希望我们是上上局 至少是中局 谢谢 谢谢 王老师 其实刚才就了您这个话题 我想也算是跟大家一块分享吧 就关于创业这个问题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在创业的人 其实我自己 虽然我一零年开始创业 我经过五年了 我这个小领域 奥林匹克文化推广 我感受我做到了世界第一 但是这只是个小领域 这个过程中 我自己是有个体会的 但是就我两个而言 其实在我们创业的过程中 我跟其他人是这么分享的 首先第一点 我要保证的是 我创业的项目和我推动的事业 是绝对不能影响我们的家庭的 这个家庭不光包括我们两个人 还有我们的父母 我们不能让他们担心 所以说不管我们成功与否 我们现在所有的付出和努力 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以及我们夫妻的关系 这是第一条我们要遵循的定律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所谓现在在创业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实际上更想要做到的 当然盈利一定是第一的 因为你没有盈利 一切都无从谈起 这么多团队跟着你怎么办呢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想把我们两个人在对体育教育也好 对奥林匹克也好 对跆拳道也好 把这份心和对它的热爱 通过我们的方式阐释出来 如果说在收费上 在利益上和在这一方面有个取舍的话 我们可能会选择让他们平衡一些 也许我们会付出一些所谓的收益 来找到这块的一个平衡 来实现我们的一个价值的意义 也许这个虽然我不能叫它叫情怀 但我觉得做一个事情 对我俩人来说的话 并不是为了解决生计 而是为了把这个事情做好 这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我们的义务 说得起 你们两个人谁是大股东 我没听清了 你们两个人谁是大股东 他没有任何股份 百分之百在你身上 不 我还有另外两个合伙人 我是占到百分之八十 另外两个合伙人占了百分之二十 对 金玉一分钱的 金玉只是我们的这个 他的钱都是我的 怎么着没听清 太尴尬了 他的钱都是我的 他的钱都是你的 我都是他的嘛 钱是他的 所以主要是他在做 金玉实际上做的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第一 他是给我们所有的青少年 和所有的这个我们的 所谓的会员 或者说我们想推荐的人群 他是作为一个偶像的形象出现的 第二 由于他在这个圈子里 他是最专业的运动员 所以他能够给出最专业的意见 他可能相当于我们 我们整个调炼体系里面的Master 最顶级的一个人物 他来给我们提供建议指导这个方向 但是他不参加经营 因为金玉自己本身有好多社会的身份 包括他自己马上奥运会以后 要回到中国人民大学 要当老师 那所以这些 已经占预了很多身份了 时间了 他不可能再投入精力去干别的 这个也是之前我们选择道路的时候 已经想好了的 OK 好 好 没有问题了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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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